大家好,我是杰西家的杰西 那今天我们是看到基础英文教师要讲的 这个两个字叫做other跟another other跟another很多人都会弄不清楚 other,其他的,another,其他的,另外一个 那这个区别放在哪里呢? 其实很多人会弄不清楚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是有点从那个azer那一本文法书里面出来的 好,那杰西稍微把它改了一下下 好,再来我们先来看一下other跟another的差别 好,another的话呢是 这边another friend is,杰西翻另外一个朋友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在讲说很多个项目当中 我们说再一个,又一个 那这个一个是没有限定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是general determiner determiner是在英文来讲 它是一个转有名词 是一个像行动词一样 它去限定住的 可是它这个限定是没有特别限定 就是一般的限定的 好,那所以another friend is, other friends are 好,像这样子 那这种限定词比较有点让人家感到困惑 就是它本身它可以代名词 所以这个another friend is,你可以用another is another friends are,你可以用others are 这样子 好,那这个是不限定的部分 好,比方说我有五个朋友 解析这边有了 我有五个朋友 I have five foreign friends 我有五个外国的朋友 好,one is from France 一个是法国人 another is from Switzerland 所以这个是没有限定的 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从瑞士来的 another is from Germany 还有一个是德国人 好,another is from Italy 好,另外一个是德国来的 好,那我总共五个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 剩下最后一个 我就不用another了 我要用the other is from Britain 好,这样有没有看清楚 就是这个the other什么时候用 它用在特定的限定词 specific determiner 那这个限定词就是一个形容词 对不对? 好,形容的是谁 这个朋友 好,这个another 形容的也是一个朋友 好,那在英文来讲说 我们要讲好几个好几个项目 对不对? 剩下最后的一个 我们会用the other friend 好,我们也可以用 剩好几个我们用the other friends 那右边的话这个 the other friend 像我们前面已经都很清楚了 那个friend就可以省略掉 我们把这个other当代名词 所以变成the other is 好,那一样 the other friends are 我们就用the others are 这样子又没有一个概念了 好,那我们先来看向 这个部分的地方 一样,我有五个朋友 五个外国朋友 I have five foreign friends 好,第一个 one is from America 第一个是美国的朋友 好,那剩下其他四个 都是加拿大人 the others are from Canada 好,那这边为什么我要用the other 因为是剩下的那些 有没有 当我前面讲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时候 我只要用another一个 很多个就other friends 可是这边我要讲剩下的时候 我就用the others 这样有没有一个概念了 好,再来的话我们看这里 I have five foreign friends 我还是有五个朋友 好,这时候呢 我是分一、二、三、四、五 这样子 什么意思呢 one is from South Korea 一个是韩国人 another is from Japan 另外一个是日本人 那这都没有特定的,对不对 好,再来还有两个 它也是不特定的 不特定的就是用一般的 有没有 一般限定的 非限定的 好,所以 others are from Thailand 还有这两个是泰国人 好,那我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对不对 the other is from Singapore 最后的这一个是从新加坡来了的人 好,那这样子在这边 有没有一点概念呢 就是在英文当中啊 我们要讲再一个 另外一个的时候 那这个再一个另外一个 是没有限定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another 好,可是在好几个 没有限定的好几个的时候 我们就用others 或other friends 那这个another friend 或another one 它就相当于another 它可以当代名词 other friends other ones 或others 它就像 它可以用来当代名词 好,那我什么时候 要用限定的 the 这个限定的就表示 剩下的最后一个 好,所以我讲了很多 那我剩下的那一些 我都可以用the other the others 可是我剩下还有好几个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就会像前面这样子讲 有没有 another is from another is from 最后才是the other 有没有看到 这好几个 最后才是the others 有好几个 好,那这边一样 others from another is from 到最后一个 the other is from Singapore 这样是可以吗 好,再举最后一个例子 假设我说 好,换职业好了 um,I have 我还有几个朋友啊 好,四个朋友就好了 好,还是五个好了 I have five friends 我有五个朋友 对不对 好,if I I un des 好,那这时候 你看我们前面 一二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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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时候呢 我也可以用怎么样 一跟二在一起 然后呢 三跟一个在一起 四跟五在一起 这样子 看得懂吗 好,所以 I have five friends 然后我可以说 two are engineers 两个人是工程师 对不对 好,那再来一个的话 这时候我就会用什么 another is a designer 好,那最后两个呢 这个时候 因为是剩下的两个 对不对 好,这时候我就要说 the others 或者the other friends 好,那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the others 它的那个s就代表了负数的 那个friends 所以the other或the other friends 都可以 好,那剩下的两个 是什么呢 好,会计好了 A-C-C-O-U-N-T-A-N-T-S 就这样子 这样有点概念的吧 在那个 什么时候用one 什么时候用another 什么时候用other 好,那这个another就相当于 another friend another one 这个others就相当于 other friends other one 好,那这个the一定就是特定的 剩下的那些 这样子 这样有没有点概念 有点清楚了吧 好,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一个一个看了 好,那我们从这边开始看 a,another的用法 好,什么时候是another another在口语的话 我们常常会翻什么 再来一个啊 额外的啊 不同的啊 那你可以先看一下 它的语域就相当于 an加other other是其他的,对不对 一个其他的 但是这个写的时候不可以分开 一定要在一起 一定要写another 好,那当限定词用的时候 啊,什么叫限定词呢 英文的限定词呢 就是用来修饰名词 把它限定住 好,所以呢 比方说cookie cookie就不一定干啊 可是我要说another cookie 这个another就是限定词 它相当于一个形容词的用法 那another这边很注意的就是 它要加单数可数的名词 那这是一个规定 没有什么 就是你要把它记住 它的another的话呢 它要加一个单数的可数名词 好,那通常就是我们前面 有前后文有上下文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 很清楚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anotherone来代替 好,或者直接用代名词another来代替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这边放过来比较清楚一点 好,假设我们在party里面 然后我们在吃东西 或者说我去你家 你拿饼干给我吃 啊,好好吃哦 所以我会说 诶,could I have another cookie? 我可以加please could I have another cookie,please? 诶,可不可以给我再来一片饼干啊 这样子 这个another 有没有特定的哪一片 好,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another,other 它没有的的时候 它都是非限定 就是一般的 对不对 所以,啊,你再给我一片饼干好了 哪一片没有关系 我只是想要再一片饼干 这样子 好,那这里的话 下面这一个就是 these cookies are delicious could I have another? could I have another one? 这就是前面讲过的 这个another这种都是 前面会有先提条件 对不对 好,那我看到 啊,你这些饼干我吃了 好好吃哦,好美味哦 could I have another? 这个another指的就是什么? another cookie 所以,这个cookie我们就可以省略掉 could I have another one? 也是一样 这个cookie我们也可以省略掉 用want来代替 好,那还有一个时候就是 当我们讲的这个句子呢 已经很清楚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再把这个cookie啊 这个名字把它带进去 我们通常用want 或者用another 好,may pour a glass of wine for me and another one for herself 好,may呢 她就倒了一杯葡萄酒给我 对不对 然后她呢 倒了另外一杯给谁 给她自己 那这个another指的是什么? another wine 它其实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就可以省略掉 就是第一个它的用法 你就稍微注意一下 它会用在它就是形容词 假如它后面接 一定接单数名词 那你前面提过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再提了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用another another one来取代 好,那再来第二个 它可以用在表示 前面的人说过的 人事物 好,它可以表达 再来一个 好,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什么什么东西 我说,啊好好吃哦 好棒哦 怎么样 你可以再给我一个 好,那它有时候会是一个不同的 这个我们后面讲 如果不同的 因为我这边要讲的是 哦,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 可是我们有时候会说 哦,这个我不太喜欢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别的 这样的意思 好,那它有什么附加的啊 额外的意思 它的语义其实就相当于 another other是其他的,对不对 another就是一个其他的 可是它不能分开写 一定要合在一起写another 那你说other 它可以加an吗 通常不会 它后面会加上名词的复数 表示其他的什么东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当它代表额外的的意思 好,假设呢 这刚刚讲的 哦,饼干好好吃哦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片 Can I have another cookie? 好,那这个时候呢 你去人家家里 好,那人家看你吃派 吃得津津有味 Hey, would you like another piece of cake a piece of pie? 要不要再来一片派啊 主人常常会要这样讲 对不对 那下面几个句型都很像 Would you like another glass of wine? 要不要再来一杯酒啊 好,那这主人需要注意到 客人的需求 对不对 Would you like another drink? 要不要再来一杯啊 好,然后呢 那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Buy two CDs and get one complete freed 你买了两片CD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另外一片 是怎么样 完全的免费 好,那这个的话 就是像我们 那是Buy two 对不对 那中文其实你常会听到 Buy one get one freed Ie song yi 好,还有什么 3,4,2 好,你买了三样 你只要付两样的钱 类似这样 好,这个都是在行销策略 常常用的 好,那有时候我们要叫人家 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Have another potato 再来一颗马铃薯吧 好,最后一个是 He's bought another car 这个人车子真多 又买了一台车 有一个extra additional的意思 ok,additional对不起 又买了一台车 家里五部车的又买了一台车 这样子 好,那这是额外的部分 会是这样 另外呢 在additional 对不起 another的话呢 他还可以用在一个比较特别 叫做different 不同的 好,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什么什么东西了 可是我后面说 你就说 啊,I think 哪一家餐厅很好吃啊 这期太久没去吃了 已经忘记了 你就跟我说 哎,哪一家餐厅很好吃啊 啊,but I ate that I ate there last weekend 上礼拜才在那边吃的 Let's go to a different restaurant for a change Let's go to another 对不起 Let's go to another restaurant for a change 那这个another 它是在家对不对 可是是一个不同的一家 我们去一家不同的餐厅 来换换口味 换换气氛吧 对不对 好 那下面的话还有什么 I think we should paint it another color 这颜色好丑哦 我想我们应该画一个那种 七个不同的颜色 好,再来 好 欸,我们回家的时候怎么都没有遇到他 我明明都从一个山底下来的 啊,they must have returned by another route 他们一定是跟我们走不条的街 不条的路啊 路线才会没遇到 OK 好 那下面还有很多例子 接其他部分是从什么 朗文啊 然后 Cambridge啊 还有下面有写的好几本书里面 他找出来的 We finally moved to another department 啊,我们终于搬家 搬到哪里 另外一个不同的公寓 这样子 好 还有啊,我很忙啊 I'm busy right now Could you come back another time? 你可以改天 换一个时间 换一个不同的时间再回来 好 那最后一个 Helen reside from her last job and has yet to find another 好 他辞职了 从哪里辞职 上次的工作 可是呢 很不幸的还没有找到另外一个 这样的意思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假如你懂的话 Another 应该就知道怎么用了 好 那下面这个呢 你可以先不要听 没有关系 因为它比较复杂一点点 好 这个复杂的部分的话 就是一个例外 那什么叫例外 有规则就有例外 对不对 好 一般我们在讲another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用在 可数名词的单数 这个请记一下 another通通会是用在 可数名词的单字 好 所以万一我后面要加不可数 或可数的复数 复数的时候通常怎么办 我就用more 好 要不要再来吃一些肉啊 Would you like some more meat? 有没有 不是another meat 是so meat some meat 对不起 Would you like some more peas? peens 豆豆 豆豆都可以数 对不对 有没有再来一些豆豆 好啊 那这个时候你不会用another 可是 当我们在表达时间 金钱距离的时候 我们会用another加few 或another加数字 再加上复数名词 用来表示一些额外的时间 金钱或距离 这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今天说 哎呀 你们要等我吗? 可是我还要很久欸 我还要五分钟 我还要十分钟 好 这时候本来的话 应该是 假如我们照上面的来讲 应该是 I need ok five I need 对不起 a few more minutes 这样可以吗? 我需要再几分钟 可是呢 当你的这个东西是 时间 金钱 距离的时候 我们会用another 那后面加few 或者加number I need another few minutes 我还需要再几分钟 可以吗? I'll be here for another three years 我会在这边再待一个三年左右 可能看到那个浪漫的情人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说 原本是 I need I need I need three 对不起 more years to be here 我还需要在这边三年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I'll be here for another three years 再三年 好 I need another five dollars 那这一样啊 I need five more dollars 我还需要五块钱 那就可以把它改成 I need another five dollars We drove another ten miles 那这是一样 We drove three more miles I need another five dollars 那这个例外的话 解析姐写一下 这个是进阶的部分 好 所以呢 假如你刚开始学的时候 你就学这个A的部分就好了 B你还弄不清楚的话 可以先不用去看它 没关系 好 所以这是another 有没有点概念呢 another后面都是加单数 对不对 对不对 那another都是不特定的 然后它后面 假如有名词的时候 好 就用名词这样就好 可是它后面假如没有名词的话 它就可以变成代名词 或者它可以用anotherone 来代表前面说过的东西这样子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讲others 好 others当限定词 是形容词的用法 它后面加附数 除了用来表示前面提过的人事物 外 OK 额外的一些 另外的一些 好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这边不限定的时候 对不对 other加上名词 好吗 另外的一些朋友 others 另外的朋友 或者有时候我们会用它 当 形容词otherones 好 那在这边它都是没有特定的 那什么叫没有特定的呢 没有特定的就是说 除了什么什么什么之外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 可是它不是最后剩下的那一些 好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the student 好我们看这个例句 这跟上面有点像 好 在我们班上的学生呢 有很多国家的人来 好 one student is from Mexico 一个学生是美国来的 好 再一个 another student is from Iraq 好 another is from Japan 还有是日本来的 other students are from Brazil 还有 还有从巴西来的 好 我们这边把它改成span好了 因为用文加的不能直接完全超对不对 好 others from Algeria 好 那这里我请问你 还有没有学生 还有 假如最后还有的学生都是台湾人 这时候你可以说 and the others are from 刚刚说哪里 台湾 台湾 这样子 听得懂吗 所以 当你在列举很多个的时候 好 第一个 你讲出来之后 第二个 假如只有一个 你可以用another 假如只有两个 你可以用others 三个一样用others 然后以此类推 推到最后面剩下的那一个的时候 你才用the 等等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边 I spoke to John Helen and a few other friends 好 我有好多个朋友对不对 我先跟John讲话 John讲话之后再跟Helen讲话 还有呢 我跟还有一个其他的朋友 好 那这其他的朋友有没有限定 没有 我还有很多的朋友 那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There are two or three problems I'd like to discuss 好 有两 有一个问题或两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我想要去讨论的 那这个问题是包含所有的问题 没有 就一个两个问题 这样子 I've got some friends I'd like to invite 我有一些朋友我想要邀请了 好 那这个朋友 是不是你说的朋友 不是 只是一些的朋友 你想要邀请 可以吗 那这是other的用法 Do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有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 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 这样子 好 所以在英文 其他的 我们会觉得 有点难 什么时候用 其他的 others 什么时候用an other 什么时候用the other 好 那解析再很快很快讲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 它有分单数跟负数 对不对 还有限定跟非限定 所以呢 假设这个是一般 一般的 一般限定词 就是没有限定的 就是一个朋友 OK 很多个朋友 这都是没有限定的 可是呢 当你有限定的时候 通常是用来讲 你前面讲过好多个 剩下的那一个 你前面讲过好多个 剩下的那一些 这样子 好 再来的话 刚到哪里了 那 除了我们在讲 就是 others 的话呢 可以用来讲过那种 你前面已经提过的 other ones ok others 它本身就会是负数 有s的地方就是负数 好 这什么意思呢 在英文呢 在英文我们来讲的话就是 other friends 其他的朋友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等于 other ones 其他的朋友 这个时候 口语的时候 当我们前面 都很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others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好 那这边的句子讲过 对不对 这边讲的句子呢 是一些提过 前面已经提过 再来怎么样 前面已经提过 再来怎么样 可是 另外一个other 还有是一个 不同的 你用来提 表示 跟前面提到的 不同的人事物 这什么意思呢 Devi and Jessica were playing with two other children 好 这两个人他们在玩 跟谁玩 跟另外两个不同的 小孩子玩 而这小孩子 从前面跑出来的吗 没有 他前面没有提到 跟前面是不一样的 You'd better change into some other clothes 我们要去宴会 你还给我穿这个样子 最好给我换一下衣服吧 好 这个衣服我前面没有提到 可是我现在看到 我就觉得 去给我换一下吧 这样子 Do you envy other women who seem to manage their lives better? 你会不会是嫉妒有一些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 她们都把她们的生活 过得比较好 好 那这个 其他的女人 就是 我前面没有提过 我后面只是告诉说 这样子的女生 好 不同的女生 Can we discuss this some other time? 这个some other time 很常用 改天 哎呀 我们来讨论这个 可是不像现在讨论 改天好了 所以前面我有提过 没有 我是一个不同的时间 改天这样子 There's no other job I would rather to 对 对 对不起 没有其他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 我想做的 就表示我想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这样子的意思 好 Saudi Arabia produces more oil than any other country Saudi Arabia 他们制造了很多的油 好 什么样的油 比起其他的任何国家来讲 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 任何的其他的一个国家 不特定的 好 还更多的油 这样的意思 I hope you will learn to show more respect for others 好 那这边要讲到一个就是 在英文我们常常讲 others 指的都是 other people 其他的人 除了你之外的人 好 你要尊重其他的人 Some people are greater risk than others 有一些人呢 比较喜欢尝试冒险 比起谁 比起其他的人 所以在英文作文的时候 你常会看到 好 Others OK 好 那这边解析举一个例子 Some people like to stay home on weekend 好 可以 这样就可以 我也可以用分套 Others like to go out and 喜欢喜欢出去 and do different activity 这样有点怪 HTIV and do outdoor activity 这样子 就比较可以了 对不对 有些人喜欢怎么样 另外一些人喜欢怎么样 好 Can you show me some other shoes 我现在有一双鞋子了 我不喜欢 你可不可以给我看看别的 这是一个不同的 这样子 好 Can you show me some others 你可不可以给我看其他的 好 Some like dancing and other stone 这边都是有一些人 另外一些人怎么样 OK He couldn't find the city there so he's excited to check other stores 啊我们常常都这样子啊 你去这间店找不到 你就要去别间店了 就是其他的店 好 那杰西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 但是 当我们去买衣服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觉得 啊这衣服好好看 可是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那怎么办 好 那 Do you have this 好 解释喜欢买洋装好了 Do you have this dress OK 等一下 错了 Does this dress 这件洋装 come in 别的色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an other car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色 对不对 这件洋装有没有其他的色 有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用 Does this dress come in other colors 这个也是OK的 为什么 好 这上面就是 我想要看它的别的色 我只要想看一色 这样子 有没有其他的颜色 可是这边的话 我觉得这个洋装应该很多色啊 你有没有给我看一下其他的颜色 这样子 好 再来有点长欸 第三个 others 通常用来讲过前面说过的名词 才会单独使用 好 那另外是用来表示其他人 这什么意思啊 感觉很复杂 对不对 the others 表示other people the other people 用来除了 常常用来除了自己之外的 好 这其实你不用太去计较它 他说 he never thinks of others 这个others有没有固定 没有 他没有the 对不对 他从来都不考虑别的人 只想到自己 从来都不想到别人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others 他会单独使用 其他的人 那这个其他的人 包含了什么 Jack的朋友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一个特定的 所以你这边就需要the 好 那这边 很多人啊 那你就不需要the 这样对不对 Why don't you think more about other people 你这个很自私欸 你怎么不想想看其他的人 这样的意思 可以吗 好 那希望这边有点复杂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得懂 最后了最后了 the other 跟the others 的用法 the other 用来表示 特定的一群族群下 剩下的一个 相似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讲了很多个 然后剩下的一个 好 这什么意思呢 我有三本书 I have three books two are my 两本是我的 好 剩下一本是你的 the other book is yours 这样可以吗 我也可以说 the other is yours 好 再来 我有三本书 I have three books 一本是我的 one is mine 那剩下两本是不是就你的 the other two books are yours ok 所以 这是两本是你的 所以 the other 表示 我们讲过 前面有淡书 然后讲过 然后 最下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 可是呢 我有三本书 对不对 一本是我的 那其他的 两本是你的 这边就是用复书 用others 这样子 好 ture the other people 跟彼恩讲一下 ture the others 这有没有差别 也没有 other people 跟others 都是一样的 好 再来我们看这个 one of my sister is an office worker and the other is a college student 我一个姐姐是上班族 还有另外一个是大学生 那有没有看到这边 one of 其中一个是怎么样 那你有两个姐姐 对不对 所以剩下的这一个 你就会是the other 这样有懂吗 因为你已经剩两个了嘛 就是你有两个 所以你剩下的一个 就会是the other 好 可是呢 three of the club members came on time but the others are late 所以总共是有三个来 对不对 但是呢 另外两个迟到了 所以另外两个 是不是剩下的那两个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the others 好 那这里the others的话 记得 我也可以说 the other club members 当我把club members 省略掉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the others 好 Tom was in the classroom but other students were praying outside 好 Tom是一个很认真的同学 他在教室里面 但是 其他的 有没有 the other students 其他的学生怎么样 通通跑出去玩了 好 节系绝对不会是看电视的 不是 在教室 节系绝对是那个下课 第一个跑出去玩的 打篮球 打走壁球 打什么球 开心得不得了 这样子 好 那最后这里呢 open the other end open the other hand open the other hand 对不起 打开你另外一只手 好 open your other hand 好 那你会说 欸 这里好奇怪喔 你看 这边是什么 打开你的另外一只手 对不对 我们用underlight 来表示好了 这边是 打开你的另外一只手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英文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 the other hand 跟 your other hand 这是可以重复的 我有两只手 I have two hands 好 one is the left hand 一只手是 左手 所以另外一只 the other hand is right hand 可以吗 好 那我有两只手 this is my left hand and this is my right hand 所以 你那个my加进去 就相当于the 剩下的那一个 这样子 好 第三个 在英文的话 有一个规定 就是什么 the 所有个数量词 加other 加复数 表示不同的 前面没有提过的 好 那讲一个漏漏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ok 比方我们说 刚刚讲的 the other books 这样子 好 所有格就是我的 你的他的 对不对 my other books 数量词的话呢 这个时候就是 three other books 这样子 那 他的后面呢 当我加上的是 複数名词的时候 好 他表示不同的 表示前面没有提过 这什么意思呢 the other hotels were more expensive 其他饭店好贵喔 好 那这前面可能就是 有什么东西呢 啊 我们出去玩 我就抱怨了 why why should we stay at this hotel 我们为什么要住在 这间饭店啊 又老 又脏 又不干净 又 搞不好还hunted hunted h-u-a-u-n-t 还闹鬼 然后 没办法 那个主办人就说 well the other the other hotels the other hotels were more expensive 那我们的budget 我们的预算 就只有到这里啦 所以呢 那你怎么办 你就去住那个最便宜的啦 没有办法 就这样子 所以我前面没有提过 这个饭店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饭店很贵 为什么 我告诉你的原因了 ok Ray agree with me but my other friend said I was wrong 好伤心喔 Ray 我的朋友Ray 他同意我 但是我其他的朋友 都说我错了 好 那这里的重点在哪里呢 像这边的话 有没有 你的这个 所有格 the other加other加复述名词 是在这里 有没有 前面没有提到过 对不对 好 他们对答应我 但是 我的其他的朋友 好 这是我其他的朋友 很扫兴 他们就说我错了 所以 前面没有提到其他朋友 对不对 他就告诉我 啊 你错了 好 for all other inquiries from this member 好 那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所有的 其他的 咨询 所以呢 你要问我这些问题 你就打这个电话 可是 你要问的是 其他的 前面也没有提问 麻烦你去拨另外一个电话 好 这个3你搞不清楚 可以不用学 没关系 好 第四个呢 所有格加other 加单数名词 表示前面没有提过的人的事物 这什么鬼啊 好 他的意思是这样 我的一个姐姐住在法国 然后呢 他的一个姐姐住在法国 然后呢 他的另外一个姐姐住在澳洲 澳洲 好 那这时候呢 你看一下 他的姐姐住法国 对不对 这已经很清楚了 然后我要后面提的是 前面没有提到那个 他的另外一个姐姐 那这个姐姐住哪 住 澳洲 这样子 所以他会有这样的用法 这也是比较细的 你假如不是很清楚 可以先不用记 等到高级的时候再记 好 那还有一个叫the other one 用来表示前面提过的人 或是 这什么意思呢 他有两个房间 一个在伦敦 还有另外一个 在哪里 在佛罗里达 他前面有没有提过那个房间 在佛罗里达 没有 可是他有先提到这个房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这样子用 那三四五会比较复杂一点点 我会建议说你不是很懂的话 就可以先不用去记 好 那other的话 他用来表示其他人 其他事 所以我们常常会用 other people other things 好 some people like sport and others aren't interested in it at all 这个我们刚刚有看过 对不对 好 这个呢麻烦你可以去记一下 尤其在写作的时候 你要写说 啊有些人怎么样 有些人怎么样 some people like sport and others aren't interested in it at all ok 那就像可以解析讲 some people like coffee others don't like it at all 有些人就一点都不喜欢咖啡 对不对 好 那这里比较一个特别的就是 the others 它可以用在一个团体当中的人 或一组事物当中的其他的 假设我们是一个团 对不对 好 那我去check in的时候 我就说 oh we arrived first and the others came later 那这个other 那这个other是谁 其他的 对不起我画错 我们团体中其他的人员 他们就会晚点到 这样的意思 可以吗 好 所以呢 这边基本上是这样 希望大家有点概念 啊 这讲业我做了一天两天 然后做到现在已经完全不行 今天早上起来头痛 可能昨天做太久了 然后本来9点要起来 痛到12点才起来 12点起来之后吃了药又继续睡 然后下午出去买我们家的灯 我们家的灯已经坏掉了 买回来又头痛 又继续睡 好 现在整个人是昏 昏沉的 不过没关系 我们来做一些些题目 杰西又从讲义上 找了一些题目出来 那这些题目的话呢 其实是应该要改一下 因为呢 都是A别人家的题目 所以呢 很怕被告啊 所以其实是应该要改一下 好 那杰西最后会附上去就是 其实杰西参考了这么多文本 就这么多本文法书 好 那这个是 Oxford Practice Grammar 这是英式的 杰西蛮喜欢的 那 Michael Swann的 Practice English Usage 杰西也觉得这本书不错 How English Work 蛮喜欢这本书的 那另外就是 那朗文的 那朗文的 英文的文法全书 它的题目不够多 可是它有一些地方 讲的还很清楚的 可以看一下下 这样子 好 那 我们来做一下题目 好了 这边 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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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杰西到底从哪里开始做啊 我想把它连在一起耶 把它分两个有点累 所以呢 我们就做这个 好 那这里杰西就偷偷把它改掉 都是how English works 对不对 好 我们就改一些名字 I can see Karen and Tommy at the desk but where are the 怎么样 好 那这边都把它讲出来了 我可以看到那个 Tommy 在 桌子上 就是坐在桌上 其他人跑去哪里 那是其他人 有没有限定 有吧 他们整个办公室里面的 啊怎么只剩下两个人 所以其他人就是 where are the others 好 那杰西到时候放上去的时候 会把那个题目跟答案分开 然后大家就可以做一下 再回来看答案 这样子 好 long after the 怎么样 Cart had left 好 Dawson's B&W was still there 好 那 很久之后 再怎么样 其他的车子都离开了 但是他这台B&W 还是在这边 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 你要放什么 其他的车子 其他的车子 会不会是一台车 不会 因为这边有cars 对不对 所以这边你就要用什么 other cars 其他车子都跑啦 那车子还在那里 I'll phone the 怎么样 you'll phone Ted and Lucy ok 好 你打电话给他们两个 我打电话给其他的 够意思吧 others I can pray the sonata in sea but know any of the 解析不行了 解析不行了 对不起 解析那个 很想睡 所以呢 题目的部分 就放到改天去 那等一下解析把题目放上去 可能不会放这边啦 可能放自己的那个 还有一些改错的地方 好 那这部分先到这边 让他可以稍微 转档一下 我先来给大家 帮我一下 好的